Hello 大家好 我是Britney 今天我想介紹給大家五個廣東話的Podcast 我覺得聽Podcast是一個好的方法去練習你的廣東話 因為他們通常是用現在的廣東話 最重要就是Podcast全部都是免費的 對於我來說 我很喜歡聽Podcast 因為我可以聽到和我一樣年紀的人的聲音 我通常講廣東話的時候 多數都是跟我爸爸媽媽或者年紀大一點的親戚 直到幾年前我還以為俄羅斯還是叫做蘇聯 通過Podcast你可以聽到現在的廣東話的說法是怎樣的 那我們開始吧 第一個Podcast就是生活小零五 生活小零五的主持人洞奶茶是一個香港醫生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喔 這個和看醫生沒有關係的 雖然他都有說關於他讀醫科時候遇到的困難 但是他都有說他的朋友和其他生活的感受 他的聲音很好聽 聽起來好像和朋友聊天一樣 在上一集當我提到聽Podcast好像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其實是想著凍奶茶的生活小零五 另外一個我聽的Podcast就是Aloha Qua 西瓜平衡時空 主持人西瓜其實是一個香港電台的主持人 他的Podcast十分專業 還有他還會有很多不同的話題 好像星座、時事和他自己的興趣 好像生活小零五一樣 西瓜都會和大家分享他日上遇到的困難和感受 不浪漫故事的Cindy和Jason也會和大家分享他們的新婚生活和日上遇到的困難 我覺得他們都挺搞笑 和話題又輕鬆 有時他們還會請他們的朋友來做嘉賓 大家說回以前很搞笑的事 聊到很開心 另外一個就是人生旅客 內容是有關於個人成長和怎樣去改進我們的生活 每一集主持人Vincent都會問他的嘉賓一些深入的問題 和討論他們怎樣應付日常生活的難題 最後一個就叫做五分鐘心理學 每一集主持人都會用大約五分鐘的時間去解釋一些心理的問題 和怎樣去處理它 所以就算你沒有什麼時間都好 你一樣可以聽一下 好啦 今天是這麼多先啦 我覺得如果你想進步你的廣東話 最好就每一天練習少少 我會建議大家 最少選一個你喜歡聽的podcast每天聽下 我放了些link在下面 你有沒有你自己喜歡的廣東話podcast呢 還有其他人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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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請記得按個讚 和訂閱這個頻道 和訂閱這個頻道 我先前進去 我要感謝所有的粉絲 為了解這個頻道 謝謝你非常多 Bye Bye